大家好 上次我们讲了一下 就是数位表跟这种数位表跟类比表的差别 跟这个数位表我们要怎么去辨识 上面这些 这些档位的功能 然后怎么去认识这些 档位的功能之外 那我们这一期正式的 要进入这个实作片 那我们先从这个 这个指针表开始 类比表开始 那类比表的话其实也是一样 它也不外乎就是AC档 DC档跟欧姆档 这三个功能 所以一般也属称叫善用电表 就是我们上一期我们骑过 那如果我们今天要来测量一个 那个DC电压就是比如说 我今天测量一个像电池的东西 或者是一个 一个电路的东西我需要去判别 它的电压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 用类比表的方式去做判别 类比表一般 我在音响上来讲的话 比较少用到用来测量电压 因为它在讀 讀这个电压档位的时候 它的那个数值不够直观 我必须要去做 做讀值的判断 就是这些数字的判断 比如说我现在 比如说我现在 我就直接用一个电池 比如说像 这个一般的国际牌的干电池 如果我今天要判断 这个电池上面有没有电 几伏特的电 我就必须要先转到DC电压档 因为一般电池 这种国际牌电池 一般大概都是1.5伏特的电池多 所以说一般来讲 我们就测量电压的时候 我们就挡到10伏特的这个电压档 那电压档 你就必须要在这边去做确认 这边有一排的 的DC电压的这个 那个数值的部分 这个刻度的部分 那比如说我现在 用在10伏特的这个档位 我就必须要去 看这个10伏特的这个档位 就是红色这一排 AC10伏红色这一排 上面的这个186420 这个档位 这一排的刻度 去看10伏特的DC电压的位置 那我们去读这一颗电池 我们去读这颗电池 到底有几伏特 所以它在使用上来讲 其实比较麻烦 尤其在使用 在读电压档的时候 或电流档的时候 或者是欧姆档的时候 其实都有一些困难 所以在我们以前 在学习的时候 其实也确实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必须 比如说我现在 等一下去测出来是 好 它 它这边是不到2伏特 不到2伏特 所以它约在1伏特以上 所以它在1伏特以上 1伏特以上 那这边你看到 很多小格子 有没有 这边有很多数个小格子 这一个小格子是0.2伏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大概有几格 它大概不到2格 所以大概在0.4伏特左右 所以1伏特加0.4伏特 也就是约略在1.4伏特的这颗电池的功能 的电压 但是用数字表呢 就很方便 就是我只要电压打开 拨到DC电压 因为这个是DC电压 然后拨到附近的档位 比如说像20伏特来讲 我只要拨上去 附的在下面 正的在上面 突出来这个 我只要直接这样子 我就可以知道 它1.4伏特 所以我很快就可以知道 这个电压是几伏特 我就不用像类比表一样这样子 去判断我到底要几 我到底是这颗电池 到底是几伏特的电 尤其是你眼睛在看的时候 可能还会有视觉的误差 所以表头误差 视觉误差 等等的误差 就会造成 这颗电池 你可能实际上量出来的时候 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数字 数值出现 就是你在判读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数值出现 但是 数字表就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它很直观 而且很直读 就是你只要电表放上去 你只要电表放上去 它就马上就可以告诉你 它到底是几伏特 所以一般电压的判读 我用数字表的机会非常非常高 所以类比表我几乎没有在用 指针表在音响类的使用上 大部分都 我个人啊 我比较就是比较偏在使用在 电晶体的测量 比如说你是MOS的 或者是一般传统的 电晶体的测量 跟喇叭的测量 那电晶体的测量 跟喇叭的测量 在使用 这种指针式表的时候 它比较容易被判别 那指针表一般来讲的话 我个人使用在电晶体的使用上最多 因为它比较容易被判别 比如说我们在测量的时候 我们可以根据指针的飘动来去确定 它到底是EBC还是ECB 它到底它的接角的角位 在指针上会比较容易被判别 虽然数字表也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 但是我个人的习惯 我会比较习惯偏向使用这个类比表的部分 就是人家讲指针表的部分 一般喇叭会比较偏好使用指针表 那指针表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测量 你就会听到喇叭本身会有声音 我就可以约略判断说 这个喇叭到底是好的坏的 但是跟音质没有关系 如果喇叭本身音圈 它属于半烧毁的状况 虽然要断没有断 它还是会有这种声音 不过我还是可以判断 这个喇叭基本上它是好的还是坏的 那如果你听出来声音是有不对的 比如说你正常在听音乐的时候 发现声音是不对的 那时候我们到时候再来查别的问题 基本上我可以判断这个喇叭 到底好的还是坏的 那如果喇叭有问题的话 它烧掉段路的状态下 你这样测量它是不会有这种 这种声音的 的话我在使用数字表的时候 它通常只会告诉你 它是不是导通的状态 它的喇叭的主抗是多少 但是却不容易判断 喇叭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除非它是完全处于短路的状态 在显示这边 在那个数字表显示这边 你虽然有听到声音 但是它是出现00000 就是属于短路的状态 像这个样子 它是0.4欧姆 这个时候表示喇叭单里 它是属于烧毁的状态 它就属于短路的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在喇叭判断的时候 我个人会比较习惯使用这个指针表 就是类比表的部分 好 我们快速的介绍一下这个类比表 指针表的基本使用方法 电压测的方式 跟音响上我常在使用的一些功能 我们感谢你的订阅以及留言加分享 我们下次见